为在罗东跟五节四大春礼交界处的罗东永和寺 在2008年花了300万元 打造18台尺高的观世音菩萨巨像 祈求信徒平安 也成为地方重要的地标 但十多年来受到风吹雨淋的影响 佛像是斑驳掉期 今年九月份在信徒的赞助下重新彩绘 连同菩萨旁的善财连女以及龙像一起整修 在今天重新进入 请各位向龙和寺 你最向迎三十公里 一十高 再几高 三十高 三十高 一十高 这主要是要祈求我们四孟 明天在十一月十九 会祈求丹 甚至因为我们头前那些年轻 年轻管世音 正经修彩绘 除了观世音菩萨彩绘 被重新亮相外 罗东永和寺的天宫炉跟主炉 也在今天举办了开炉启用仪式 各界人士都到场见证 我们英和寺从创始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包括我们史来年轻的管世音破绽 在道工24年开始创始至今已经有两百七十八年的历史了 这个古文来是在南洋博物馆跟邀请到我们这里的信徒台庭来做一个管充来做一个参观 罗东永和寺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为了庆祝观世音菩萨整修完成以及天宫炉开炉 庙方特别准备了两百斤的糯米 由义工妈妈帮忙搓成红汤圆 煮成平安园分享给信仲们 另外也由煮平安粥 信仲人排队来领取吃平安 也让信仲一同来参与庙方的大小事 感受观音佛祖的庇佑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